今日網球公開南雙上 出現令人驚奇的畫面 有一隊長得一模一樣的兄弟黨 在場上奔馳 原來是我國雙打青少年好手 廖飛雲與廖飛迪 兩人曾在全中運拿過雙打金牌 今年是首次參加 面對重新運籍的全大運 他們也有幾位相當關注的選手 第一種子吧 黃亮奇他們 還有台詞大話 黃耀誠他們 都很強 很多都很強 雙胞胎組合在雙打上 是較為少見的 但也因為雙胞胎 讓他們在場上有絕佳的默契 就讀中華大學的兩兄弟 平時因為沒有練習的對象 施好兩人透過對打 來增強彼此的實力 在雙打方面 他們也有非常崇拜的偶像 就國外的吧 就是美國的布萊恩兄弟 他們也是雙胞胎 如果他們還有在 我們打的時候 他們還有在打的話 當然希望 今日兩人共打了三場比賽 其中最後一場是強賽 對手是實力堅強的 何志仁與張玉琦 還是大義的他們 毫不畏懼對手的強力攻擊 兩人把比數最到8比8 進入tiebreak 最終是以7比1 晉級明日的冠軍戰 7比8的時候 Deuce Noid的時候 他接發球的時候 正拍決打到對手 所以就變8比8 變tiebreak以後 才可以8比1贏下來 7比1贏下來 很開心啊 因為第一次打大專飛 然後我們一年級雙打 可以打跟三四年級打 可以打到過打局 第三位來地很好 就很好 兩人在場上 總是成為大家的矚目焦點 雖是大義心秀 但打起球來 完全不輸給經驗豐富的選手們 也期許他們能在未來 朝雙打方向繼續努力 並在網球場上 傳來更多捷報 記者邱玉婷 陳玉婷 黃梅芬 宜蘭報導